HELLO 大家好,我是Sindy,王心凌,生活很忙碌,再忙再累,都要记得运动 我觉得唱跳歌手其实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从实力派唱跳歌手 自己,直接夸赞自己 因为其实唱跳歌手不只是要歌唱好,也要把舞跳好 他们各自都也是一个独立的专业的项目 可是当他们要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状态就很重要,包含你身体的力量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一直保持运动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之开播以来,热度一级绝尘 每期节目后,霸占热搜的气势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 而且更让其他综艺节目羡慕不来的是,节目更新之外的其余时间 节目相关话题也会经常出现在热搜榜上 7月4日刚刚录制完毕的《浪姐三武功》 关于比赛细节与淘汰名单等,引起了大量的网友们的围观 在上期的视频,小编已经详细地描述了很多比赛的细节 三轮的比拼舞台可谓是各种惊喜连连 想了解更多细节欢迎点击下面的视频链接 而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关于淘汰名额的话题 昨天很多参加现场录制的网友们透露 淘汰的名单只有两个,张力和张欣义 但是隔了一天,网络上传出的信息又发生了变化 现在对于淘汰名单有四种不同的版本 一种是说淘汰了张欣义、赵梦、张力和奇希四人 一种说淘汰了张欣义、张力和王子玄三人 一种说是淘汰了张力和张欣义两个人 还有一种是说只淘汰了张欣义一个人 对于淘汰四个人的这个说法的 网友们还爆出了具体的总决赛分组信息 郑秀妍组因为武功一路输了三轮 最后自己的队伍被拆组 余文文被分到了王心灵的组队 郑秀妍、朱洁静和王子玄分到了谭维维的组队 有人说这么分也是避免郑秀妍跟阿娇分在一组的尴尬 显然目前武功信息比较混乱 别说确切的淘汰名单 就连真正的出局人数都没有确定 让人摸不清头绪 以至于在网传淘汰名单出炉后 张力直接被心疼上了热搜 超多观众表示张力既有颜值又有实力 不希望她被淘汰 然而就在大家都在猜测 究竟哪个版本的淘汰名单才是真的 感慨淘汰张力太可惜的时候 张力本人在7月5日发布了九宫格的自拍照 手上戴着浪姐的花花戒指 还配了一段文字 花拳等我下次修腿 很多细节似乎都在暗示和辟谣自己被淘汰的信息 这个下次两字 这就是在明晃晃的 关键自己会继续留在节目里的意思 而且目前她的IP地址显示的还是在湖南 也说明她没有被淘汰 立刻离开 网友们瞬间欢呼太好了 而就在同时 王子玄这边的粉丝也发了一个视频 视频里王子玄无意间也透露了更多细节 所以这么听下来 郑秀妍的队伍并没有被拆散 继续保留了下来 但是队员人数只剩下5个人了 其他组都还是6个人 那就证实了这次武功只淘汰了一个人的说法 网友们听了也是一脸疑惑 这么看来节目组是又忽然改了赛制的节奏 武功打了三轮比赛姐姐们拼尽全力PK 最后只淘汰了一个姐姐 而如今三个队伍继续保留进行下一次的总决赛 芒果台这是要一改以往的总决赛 两组对决的游戏规则了 难不成这是某些姐姐背后的资本太强大 想继续留下来给节目组施压了吗 再或者节目组看到姐姐们最近的话题性这么高 粉丝们情绪如此高涨 这是要加一场6弓的舞台 再来一次比拼吗 再来猜去大家也还是摸不透节目组的套路 毕竟老谋深算的芒果台 作为综艺节目的顶流平台 别的没有 就是神操作最拿手了呵呵 除了两位姐姐暗戳戳的土路比赛结果 这边张强姐姐更是相当的撒了 直接化身瓜主 发微博剧透了武功的相关信息 作为浪解三资历最深的一位姐姐 张强的出道时间比男婴还早 是绝对的大姐大 但由于其性格佛系 对比赛结果并不看重 所以存在感很一般 也不在C位的考虑范围之中 但从家人舞台却能看出 张强唱功了得魅力直拉满 实力被严重低估了 按照张强的这个爆料 他这次加盟浪解三 本来就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 甚至在一宫结束后 就不停向节目组申请淘汰出局 却无奈节目组根本不放他走 一直抱着下一场就离开的心态 却走到了最后 并且搭档谭维维拿下了武功胜利 有的姐姐跪求留下来都没有席位 张强大姐大想走却走不成 如此不把浪姐放在眼里 张强简直不要太反耳赛了 呵呵 人家也的确也是有这个资格反耳赛的 其实姐姐想推赛 也是因为人家线下忙得很 已经在做全国各地巡回演唱会了 前段时间她在长沙还有Lifehouse的公演 邀请了黄小蕾演唱了开场歌曲 张力姐姐也去捧场了呢 听网友爆料 武功舞台谭维维与张强和薛凯奇的一首 《真的爱你》 赢得第二轮比赛更是实至名归 让大家见识到了他们的实力唱功 不得不让人佩服 浪姐三的武功结果扑朔迷离 也许节目组就是在故意搞这种烟雾弹 赚足了话题讨论度和神秘性 为最后的总决赛铺路 同时这周的正片节目 要进入到四公舞台的选歌环节 浪姐一和浪姐二的姐姐们 也要加入开始踢馆赛了 三届姐姐们同台互动 预测又会有一大波热搜被预定好了 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关注我们留言加点赞哦 我们下次再见 那我今天突然想起三水天出车了 就是回来啊 你觉得你开了什么电话吗 这个房间就是我的家 感觉跟回家了似的 我好想念那个床 很想念和行妙和天爱一起睡觉的名字 有没有姐姐对你们说 是看你们长大的 我是听你们哥长大的 哦 郁文文 有几年 张天爱她们都有 最过分是往心灵 因为明明我们是同气出道的 我也是从小看她的表演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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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